军统教父戴利 作者张军由老王播响 第七十集 撤离上海 戴利把随军战地调查组搜集到的各处战场的情报 每天都派专车行夜赶往南京或者是苏州送称给蒋介石 遇到有特别重要的情报 戴利就会亲自连夜乘坐汽车赶往苏州或者是南京 遇到这种情况 戴利总是带个司机轮流驾驶 另外他还带上夜霞宅和赵格兰 夜赵这两个女的都长得很漂亮 善解人意 戴利要这两个人陪他坐在车里说笑姐妹 疲乏了就斜靠在他们身上休息 一夜下来居然又是精神抖擞继续工作 有一次文强提起上次在太湖勘测发现了一股凶残彪悍的胡道 他们的首领丁西山因为杀人被囚禁尚未处决 建议戴利把这股胡斐收编了投入抗日 戴利灵机一动请杜月生出面保了丁西山 命令他立功减刑 这一招果然灵验 胡斐海盗纷纷投诚 这时候毛仁凤向他建议说 处长我们合不趁抗日之机建立一支武装军队 校长肯定不会反对的 此话郑重戴利下怀 他马上起草了一份建议 上海有雄厚的帮会组织 胡斐海盗工人力量 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部队 不仅可以阻击日军防碟防监 而且只要引导德法 在国家民族威王的时候 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蒋介石收到戴利的建议 经过认真研究 在37年9月4号 从南京给戴利复电说 可以与杜月生合作 尽快建立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 争取一个月内投入淞沪抗战 戴利接电以后 马上拟定了行动大纲 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给了杜月生 杜月生很高兴 他觉得这是一次报答戴利的最好机会 继毒品制造厂案之后 戴利又曾经出手帮了他一次大忙 在前不久 杜月生的徒弟 因暗中与官僚资本勾结 打做棉杀买卖的投机生意 一下子赚了几十万银元 搞得很多的小商人倾家荡产 一时间怨声载道 舆论哗然 引起了商界政界的轩然大波 蒋介石闻讯以后 立即下令给戴利 要他追捕杜月生的这个徒弟 既然是喝过雪酒的拜把兄弟有事 戴利自毁安排 他知道松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北怀是杜月生的徒弟 就有意的把这个案子安排给他 王北怀接了案子以后 当然是急忙告诉师父 这样的话 杜月生又找到戴利商量 戴利早已成竹在胸 他要杜月生动员这位徒弟 拿出一部分钱来买几架飞机 捐献给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 让夫人吹吹枕边风 这样 这个大案还真的就不了了之了 戴利又送了杜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9月5号晚上7点 戴利率部由三级无线电所出发 赴法租界赵主教楼刘志路公馆会谈 杜月生 刘志路 陆京市 朱学范 万墨林 杨虎 陶一山等人早已等候在那 一进门 杜月生就携着戴利的手入了首席说 宇农兄要组建部队 兄弟我一万个赞成 要人的话 我的人就是你的人 要武器呢 我刚好刚刚够进了五千支快慢手枪 随要随时都可以拉走 戴利没想到杜月生给他这么大的面子 暗想 我付出的现在开始有回报了 会谈进展那当然相当顺利 接着就是命名的问题 戴利为了在抗战结束以后还长期保留运用这支部队 把领导机构称为苏浙行动委员会 会议结束 戴利又连夜把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大纲送到了南京 面城蒋介石 并且提出七个人作为行动委员会的委员 余红军 杜月生 戴利 杨虎 余作柏 刘志路 向松坡 余红军是七七事变以后走马上任的上海市长 把他推出来当然是个招牌 杨虎是松户警备司令青帮大头目和杜代的私交都极好 余作柏 原贵系出身 先后任过贵军的团长 黄浦军校南宁分校的校长 广西省政府主席 刘志路是粤军素将 曾任新编第二师师长 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 也是上海帮会的重要人物 向松坡则是上海红帮的老头子 苏浙行动委员会高层人事方案 得到了奖的首肯以后 戴利星夜赶回了上海 在9月8号晚上 再次召集双方的原班人马 会谈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高级人事安排 从此 这支史称中义救国军的部队就正式成立了 并且投入了战争 然而上海的形势是越来越紧急 蒋介石意识到情况严重 决定监督重庆 1937年11月5号早晨 日军第十军司令官 从杭州湾北岸金山附近三处登陆 向松护中国军队主力的右侧 发起了攻击 日军从金山卫登陆以后 中国军队节节败退 很快的陷入了绝境 11月8号 蒋介石下达全军转移的命名 松护战役各参战部队陆续退出了上海战区 戴利在上海布置潜伏工作 和缓慢撤退的同时 接到了蒋介石的两项秘密指令 首先 他据落实第一项指示 来到了杜月笙的家里 一看见戴利进门 杜月笙推开身边的两个丫鬟 从烟榻上起身相迎 急问道 宇农兄 这个时候来访 有何赐交啊 戴利说 这上海呀 就要沦陷了 我想问问 三哥您 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杜月笙狡猾的问道 是不是 宇农你 已经给我安排好了去处啊 戴利说 哎 小弟不敢 我是想 三哥在上海 苦心经营了好几十年 家大业大 一旦离开 岂不可惜 杜月笙拉着戴利坐下 白白手说 宇农说哪里话呢 国家都要亡了 谁还顾及小家呀 我一向信奉的是 钱财乃身外之物 这个古训 绝对没有舍不得的意思 戴利说 那很好 我是刚接到委员长的密信 疑是 要三哥指挥中意救国军 在江阴要塞江面上布置封锁线 阻止日本海军主力 沿长江向南京进攻 二是 要三哥发动上海轮船公司 在要塞地带 沉掉他几艘船 这样可以对阻止日本军舰 有作用的 杜月笙边听 边挥手把丫鬟赶走 点点头 戴利又说 三哥布置完毕以后啊 马上把中意救国军 潜回原处潜伏起来 马上和黄金荣 张孝林 离开上海 先去香港待一待 等到重庆整顿好了 再过去 见杜月笙 没有反应 戴利继续说 委员长特别指示的 说三哥在上海的影响最大 希望你布置完了以后 能够带头去香港 几个带头作用啊 杜月笙这才揉了揉眼睛 笑着说 委员长的意思我清楚 害怕我落水当汉奸 雨农兄 请转告委员长 不瞒你说 为人在世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坏事 偏偏这汉奸 那就是当不得的 会落得一生的骂名 不过 黄金荣张孝林 我没办法保证啊 这是两头猪 戴利素知杜月笙 经常和黄金荣张孝林 相互倾压 勾心斗角 也不过分的强求 突然 杜月笙扶耳道 雨农 万一黄金荣张孝林 不肯离户 你打算怎么办 戴利盯了杜月笙半赏 竟然恍然大悟 笑道 哼 想不到三哥还有这一手 好 你尽管放心 只要他们两个有当汉奸的嫌疑 上海布置了很多潜伏的特务的 我坚决会除掉他们 杜月笙听完了 露出一口黄黄的牙齿 发出一串令人恐惧的怪笑 杜月笙 戴利也跟着怪笑的说 到了那个时候 上海的帮会 那就是三哥 你是一手遮天了 杜月笙笑的喘不过气来了 又用阴阳怪气的声音说 那时候三哥我一定把上海滩最漂亮的妞 给我兄弟留着 戴利一听到妞两字 身子就酥了 压低声音色眯眯的说 只怕是三哥尝够了鲜才给我的吧 杜月笙说 我虽然风流 但是我从来没有过 对不起朋友的事 雨农兄尽管放心吧 说着 尖着嗓门叫道 来人呢 伺候戴先生 话音刚落 已经有七八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进屋来了 齐刷刷的站在杜月笙和戴利的面前 戴利高兴 三哥 你是不是又要表演群凤朝阳了 杜月笙笑的说 诶 雨农兄 好记性 杜月笙家里养了一大群的佳绩 每一个来做客的达官贵人几乎都受到过这种款待 那时候 戴利才刚当特务处长 在他的心目当中位置还不是很重要 所以全无印象 戴利说 谢谢盛情了 我改天再来 家里一大堆事还等着我处理呢 杜月笙再三挽留 见戴利去意已决 只好送客了 戴利上了出租车 从后座看到杜月笙一直在门口募送 只好吩咐司机往办公地跑 转了好几圈 才改口说 法租界巴黎新村 戴利拿出证件过了巡谱看守的关卡 出租车在一栋欧式建筑物面前停了下来 赴过车前走到了一楼按响了门铃 一会儿 一个女人从二楼的窗口探出头来 有英语问道 请问找谁 戴利听不懂英语 但是估计不会是别的意思 就说 是我 戴宇农 女人闻声缩回头 接着传来了高跟皮鞋扣机水移楼梯的声音 大门开出 一位楚楚动人的中年妇女轻声地说 小心点 别惊动了邻居 您随我来 这是上海撤退前 蒋介石密令戴利办的第二件秘密的事情 感谢您收听 由老王为您播讲的军统教父戴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收听 感谢您收听